整个赛季的精彩演出加上收获的死神杜明浩 让杜兰特在戏决开始之前坚定的认为自己能一直赢下去 首轮是老对手灰熊 作为西部著名的角肉机球队 托尼阿伦再次献上了疯狂的死缠烂打 不过第六战生死战 他轰下了36加10 抢7再次赶下33分 算是拯救了球队 第二轮对阵快船 保罗和格利芬完全应付不了这种级别的进攻 他们让杜兰特打出了MAB级别的系列赛 不过西决有人比这只雷霆更想赢球 作为最棒的三人组之一 GDP从07年开始就再也没能捧杯 去年他们离总冠军很近 但雷阿伦的三分让他们将冠军拱手相让 卷土重来的结果就是老将们求胜的心 轻松的战胜了雷霆 然后在总决赛捧起了马次的最后一座总冠军 新赛季的季前赛 杜兰特被莫斯科夫迎面派倒在地 遭遇穷斯骨折 于是整个赛季的大部分时间 他只能关注着威少大厦四方 输球时派着大腿之外 没有任何办法 厄运缠上了阿渡 本来八个星期就能恢复的伤病 却因为反反复复做了三次手术 詹姆斯从热火离开的红利 阿渡完美错过 等他完全健康回归时 整个联盟早已变了样子 作为从年少就相识的好友 曾经被杜兰特误认为白人的斯蒂芬库里 已经和他的勇士迅速成为了西部霸主 其实三胜的历史第一战绩 让所有球队都退避三舍 首轮兵部雪人的战胜独行侠后 在第二轮杜兰特迎来了史上最冷静的围上 冷静的串联控场 加上杜兰特场军四十家的上场时间 他们重新回到了西学的舞台 在这里其实三胜的勇士已经等他们许久 七人轮换拼死一搏 雷霆本有可能创造奇迹 但缩胆轮换拼命防守的代价就是 在最后三场 杜兰特的命中率全部跌落百分之四十以下 其中三分命中率有两场不到百分之二十 更别提这六最后时刻的多次失误 直接导致球队痛失好局 沮丧的杜兰特甚至没有时间关注狂喷他的社交媒体 因为他太想赢球 他太想当赢家 他也意识到这一年自己已经28岁了 再不夺冠就真的没机会了 重压之下 杜兰特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思考自己的未来 7月4号震惊全球 甚至让多家媒体服务器瘫痪的消息传来 凯文·杜兰特在没有和雷霆任何沟通的情况下 与勇士签下了一份 五千四百三十万美元的两年合同 正式成为了荆州的一员 对我来说 我来说